现在一个人在山上 不知道多久才能下山 这个路况啊 确实是比较糟糕 所以说慢慢走 整天是太热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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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听到野猴子叫 这边的猴子还是挺有攻击性的 喜欢抢东西 喜欢向人示威 这个坡比较倒 我的鞋穿的不是太好 穿的是那种香蕉软底的 不防刺的 其实这双鞋非常不适合登山的 因为山路确实是 到处都是那种荆棘 尖尖的石头 就算出来了 继续继续 登山一定要穿硬底的登山鞋 或者是硬底的铝鞋 穿这种橡胶软底的鞋 不适合 不适合 主要就是太热了 这种石头上面全都是剪刺 穿软底鞋确实是不适合 一定要借助周边的这些树之类的 浮一下 起到一个稳定作用 这个坡比较大 慢慢走 没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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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 还好这是白天,蚊子还算是比较少 十年前登山,下下跳的时候被藤蔓刮住脚 然后把脚崴伤了 在家休养了三个月 此后两年走路脚还会隐隐作痛 所以说一定要小心 一定要小心 尤其是一个人在这种深山老林 这算不算冒险,其实也没什么危险 是吧,无非也就是磕磕碰碰 但是这种没有人烟的地方总给人刺激的感觉 总有那种一个人在丛林探险的 那种似乎是寂寞,似乎是刺激 这回好了,刀磕山腰的 这边路就平坦的多 刚才从这边走的,路更难走 全都是那种岩石 真的是在爬山 天气很热 天气很热 其实刀磕山在在攀爬的过程中啊 那一定是很辛苦的 然后也会大汗迷离 是吧,前心后心都湿透了 但是在汗出头之后呢 就真的是特别的凉爽 尤其是在这种树荫下 风一吹,真的是太舒服了 汗只有是憋在身体里 那个时间是最难受的 所以说嘛 这是什么呀 啊,大山椅,非常大 黑色的山椅 这种山椅啊 应该是药材 下山 下山啊 这边的路况真的是好得太多了 接下来就没有什么难走的路况了 还有一小段 刚才就是绝对了 你带走 其实 你带走 没有 事 这边是 遇身地去 添